说起娱乐圈里资源加深 却怎么也没能大红大紫的 江书颖算一个 从开始拍戏开始 江书颖的资源就一直很好 刚从国外回来就拿到了当年 备受关注的笑话软碗一绝 本以为靠着出众的外貌和资源的加持 江书颖能在娱乐圈大杀四方 但观众没等到江书颖大放异彩 现在的江书颖反倒陷入了木头美人的质疑 而江书颖这几年在事业上的毫无建树 似乎也在证明 同班同学王传军对她的评价没有出错 她的确是一个平庸的美女 娱乐圈里一夜成名的神话很多 江书颖虽然算不上是因为一个角色大红大紫 但相比起其他在娱乐圈深耕多年 才被看到的演员来说 她无疑是幸运的 2011年 结束了三年进修的江书颖回国 正式开启了自己的演艺视野 恰巧 当时至我们中江逝去的青春正在选角 江书颖便报名了女主的视镜 江书颖的颜值是比较出众的 皮肤白眼睛大 五官比例好 在学校时追求者不断 对于女主角的赤镜 江书颖还是比较有亲心的 但是到了剧组后 导演的一番话却深深地打击了江书颖 包括导演在内 大家都认为江书颖虽然很美 但是面相有些显老 剧中的女一号正薇 是一个比较青春 活力的形象 和江书颖的外形并不匹配 就这样 江书颖的第一次视镜宣告失败 不过让江书颖没想到的是 虽然没能如愿出演女一号 但导演觉得 江书颖的气质和剧中 另外一个角色十分匹配 便打电话邀请江书颖 出演剧中的笑花软碗 虽说不是女一号 但有机会就要抓住 事实证明 江书颖的选择没错 影片播出后 票房很高 而江书颖也靠着这个角色 成功提高了知名度 自那之后 江书颖片约不断 对这个从国外进修回来的 漂亮女演员 观众普遍都看好她的前途 在靠着软碗一绝成功走红后 江书颖迎来了自己事业的春天 有了电影上积累的一点名气 再加上资源的加持 江书颖很快拿到了电视剧的大制作 2014年 江书颖主演的《一扑二主》上映 剧中大咖云集 张嘉义 严依都在其中 这部剧从上线开始热度就很高 剧中的江书颖虽然不是一番大女主 但是靠着和自身十分匹配的角色 江书颖的演技受到了观众的认可 看过电视剧的都认为 江书颖的顾晶晶演得十分出色 也正是靠着这部剧中的表演 江书颖拿到了那一年的 华顶奖中国百强电视剧最佳女配角 虽说只是一个女配角 但能够获得华顶奖 无疑业内对江书颖的认可 自那之后 江书颖的事业似乎越来越顺 靠着和孙宏雷合作的好先生 江书颖更是名声大噪 很多不了解影视圈的人都知道 江书颖这个名字 演员还是要用作品说话 作品的传播度高 口碑好 演员自然会受益 而江书颖也因为将来这个角色 关注度再创新高 可就在大家以为 江书颖会再创佳绩 为大家带来更好的作品时 江书颖突然就陷入到了 演啥都一样的质疑中 在好先生之后 江书颖连续出演了多部作品 但却没有一部能够和好先生媲美 甚至还引发了大家对江书颖 演技的怀疑 不管是实力演员 还是偶像流量 江书颖都搭档过 比如搭档实力派演员 晋东出演恋爱先生 但是这部戏 却让江书颖备受争议 因为当时江书颖的人气很高 观众们 尤其是粉丝们 都希望江书颖 能够搭档大流量 似乎只有这样 才配得上江书颖的范围 正因如此 恋爱先生开播时 如果男主不是晋东 这部戏一定会更火 晋东拖江书颖后腿 类似的话 在网上传得沸沸扬扬 虽说江书颖即使表态澄清 若是没有晋东 江书颖一定不会出演这部剧 但很多网友认为 这不过是江书颖 自导自演的一场戏 因为这部戏 并没有像好先生一样 引发观影热潮 也没有翻起太大的水花 甚至很多人都不知道 江书颖还演过 这样一部电视剧 有人认为 这是江书颖团队 为晚尊搞的营销 真是原因到底如何 我们不得而知 但自恋爱先生之后 江书颖没演技这个标签 算是被贴上了 在恋爱先生铺接后 江书颖没有气馁 毕竟在影视圈 谁也没能力保证 出演的每部戏 都能讨论度空前 江书颖也是这么认为的 所以在这部戏之后 江书颖又接了一部女性群像剧 三十而已 这部剧有多火 相信观众们都知道 在这部剧播出的时候 各大社交媒体上 都是三十而已的热搜 大家对剧中的几个女主角 更是十分关注 但让大家没想到的是 这部戏里 其实江书颖 才是第一女主 这个事实 从电视剧发布的海报中 江书颖稳战C位 就可见一般 只是剧中讨论度最高的是 童瑶和毛小彤 大家对于江书颖的关注度 似乎没那么高 可以说 这部戏虽然江书颖是主演 但风头却被童瑶和毛小彤 抢了个金光 甚至童瑶那年 还靠着顾佳一绝 斩获白玉兰奖 面对这样的情况 江书颖显得比较淡定 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也表示 是角色的问题 不是表演的问题 但真的是这样吗 虽说江书颖的演技 开始被观众质疑 但江书颖的资源 还是一如既往的好 在大暴剧扫黑风暴中 江书颖也有出演 但是在一众老戏骨面前 江书颖的表面 显得呆板 木讷 毫无灵气 不管剧中人物的情绪如何 表现在江书颖脸上 似乎只有平静 在江书颖美艳的脸上 看不出任何波澜 从业多年的江书颖 演技持续下滑 让观众越发不买账 对江书颖的质疑声 也越来越大 当演员面临演技质疑的时候 大多数演员 为了改变观众的 就有印象 会选择挑战自己 比如一直被贴着 观估神奇的标签的王传军 他很多年没有在影视作品中露面 但再次回归 却让我们看到了一个 不一样的王传军 在《我不是要神》中 他贡献了出色的表演 虽然有人认为 王传军的表演 相比起老戏骨依然不够自然 没有达到浑然天成的境界 但是不得不说 王传军靠着这个角色 走出了观众对他的固有认知 也打破了观众对他演技的质疑 但姜书颖显然不够勇敢 或许是担心大家 再批评自己的演技 姜书颖在角色和剧本选择中 变得十分小心 选择的角色也大都是 和自身形象比较贴合的精英寓解 比如在《女士的法则》中 出演萨爽的职场女律师 在《欢乐颂3》中 饰演精英科学家 虽说这些角色 的确不容易出错 但也不会出彩 观众们看多了这样的模式化表演 自然也会审美疲劳 所以大家对于姜书颖 越来越失去了兴趣 而一旦观众开始 不再关注某位演员 也不再追捧她的作品 这是十分危险的 姜书颖真的平庸吗 随着姜书颖的口碑越来越差 曾经一些同行 对姜书颖的评价也被扒了出来 其中就有同班同学王传军 王传军在一档节目中曾说 自己曾以为姜书颖在艺术上 应当是惊为天人的 但是后来却发现 姜书颖除了皮肤白之外 好像平庸 平庸这个两个字 和平凡的含义截然不同 尤其是在评价一个人专业能力的时候 平庸一词更是直接打掉了发展的可能性 降低了成就的天花板 王传军这番话不是不无道理 毕竟姜书颖这些年确实没什么经验的作品 但姜书颖真的平庸吗 从姜书颖一路走来的经历不难看出 她爱学习 肯努力 从小到大都是佼佼者 以专业第一的成绩考上大学 在大学时就已被选中开始表演 毕业后去国外深造 只为更好的发展 很显然 姜书颖的身上有一种不服输 不认输的精神 这种精神让她得以在影视圈里展露头角 不过现在的姜书颖 显然陷入了一个怪圈当中 这个圈叫做舒适圈 如果姜书颖能够勇敢地去尝试一些新角色 能够正面看待观众对她的评价 而不是用阿Q精神来逃避安慰自己 或许局面会有所不同 娱乐圈的标签从来就不少 但被贴上标签 不代表就永远撕不掉标签 若是姜书颖有心去改变 相信木头美人这个标签 也不会一直伴随她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